tip 救命啊 業主立錯法團會好大鑑喔 好了,下一節就回到來了 這一節我們會約到顧問團 來到硬橋硬話真功夫見面 通常你會有些什麼 戳一下他 問一下他 看看他中定奸 或者是當你水魚 還是你當他水魚 我覺得每一個來的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是公平對待 雖然有些我剛才上節說 我會google他 看看有沒有負面新聞 即是先標籤他 我心目中知道 我不會當你是混賤不混賤 不過我問 你見標 有些標籤的問題 你問這個問十條 下一個四十個你都是問十條 總之標籤了 這一堆問題都是這四十個佳例 一定要問的 等於問你你的夢想是什麼 下一個就不會問他的夢想 我覺得 你要Apple to Apple 有得比較 他立即的對答 已經反映給你 他有幾個複雜 所以你一定要問一些 我們有少少問題 我們會問他的 包括 譬如說我們正在用招標託 因為外面的項目 以前都很瘋的 項目未開 就去整個叫做 起動基金 即是未知多少錢 即是雜資 放好幾球在這裏 有很多 即是喊窮 喊窮就說 業主麻煩你快點儲錢 對 做起動基金 在這裏 人家就看著你的集資能力 有多厲害 就決定吃你多少 即是你不會說 喂 我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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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有個訴求出來 這樣東西不適合 所以我們告訴你 喂 我正在用招標託 我不會有 我不會有 備用金在這裏 也不會有起動基金 跟Mail Stone做事 麻煩你 你想一想 你請來的承辦商 我是做了事才找到 那他有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 你是否知識我用這個 估計 顧問說知道 那錄影就沒事了 好了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可能一般大廈比較舊 舊的才會維修 即是說會多什麼呢 多漏水 多潛建物 那你就問他 喂 你家公司才只有六七個人 處理這些潛建漏水的東西 牽涉有法律問題 你的Legal Team夠不夠頂 是 那又問他 這些潛建物 或者流水問題 你會怎樣處理 經過什麼程序 是 那過往你的經歷 有沒有一些很難處理的Case 那你又怎樣處理 是 怎樣成功地處理 這些問題 好了 第三條就是 剛才就問了 你的顧問費 正在反映我的Project Sum 其實我用你的數量 5%就等於這個Project Sum 我已經馬上告訴你 我覺得你不夠做 或者我覺得你股高了 是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究竟你這個數量怎麼估出來 嗯 那究竟我現在的說法 用5%來除你出來 究竟是不是合理 是 很多顧問都會說 其實你估中了 他說我估中了 其實 嗯 所以就 我們大概都知道 洞大廈的scoping 沒有什麼什麼都知道的 好了 接著就說了 會問一個顧問 就說 你過往 多不多VO VO什麼意思呢 後加工程 嗯 很簡單 你第一天 你已經看了洞大廈 做了survey 做了勸策 是 你都有看漏東西的話 即是說 顧問做錯事 我明白 即是 所謂叫做 當那個工程是 五千萬 那 他就包了些什麼什麼 但是 可能做完之後 他可能跟高先生說 喂高先生 喂 那個消防那裏 還有些什麼還沒加 大廈lobby 有些燈還沒加 那裏要加多 一千萬 是啊 這些就是叫VO 通常呢 顧問來到 他都說 我沒有VO的 當然 接著我就說 我說我明白 因為VO 對我來的 只有兩個狀態發生的 第一 就是在說護主 做做一下 他New Requirement Change Request 做新加項目 那就是叫VO 我問他 多不多 他說 都有的 我心想 你又說沒有 就是這樣 現在錯就錯到 我說這些一定是護主錯的 我可以錯句 這些一定是護主錯的 我不是說護主錯 就是護主New Requirement 想要新的 我想要新的 然後 你又說沒有 算了 我問他 你VO 一般 後家工程 兩樣東西 給多了錢 工期長了 我便會問他 給多多少錢 佔個project 心境多少 就是佔原本的project 多少 好像剛才說 五千萬 一千萬 佔五分之一 很厲害 其實如果VO 我真的覺得 應該少要10% 應該 是 就是很少出現 這麼嚴重的問題 10%解決不了 其實如果你說 你那個工程 幾千萬 10%都很厲害 是 這個就是其他 第二就是 顧問做漏事做錯 一般都不會承認 是 我假設你沒有 有些九成的顧問都說 我沒有VO 是 九成都沒有的 所以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過往的VO 搞多多少錢 是 長多多少階段 用多久 這個大概知道 中間的爭吊 問他如何處理 有些什麼經典案例 他做了那麼多年 當然有經典案例 你解釋一下 你那時候怎麼處理 為什麼會有爭吊 這個就是要問的問題 另外就是問他 你照理現在看 你覺得整件事的施工期多久 譬如說 很多人都說我 你這裡一年 我接著就說 我就拿了一個顧問費 譬如說一些 收過十幾萬 一年 然後我說 你現在才收我 十六萬多 做一年 除了只有十三四萬 一個月只有十三四萬 我管理員都不止這個價 我找個管理員管就行了 不用找你 這個就是要問的 就是看他怎麼回答 變了就 有些更誇張 他指標好像 兩萬零五萬左右 人工比我還低 你怎麼做 不是 最低的工資都沒有 超瘋的 你想想五萬元 除一年 一個月才得到幾千元 你做不做 真的 就是這些顧問 真的很流 所以 猜得到 真的有些 所以很多事情看到 common sense 告訴你 當然 也要問問他 過往 五年至到八年 或者再長一點 過往 我不問年期了 過往 你有沒有負面新聞 有沒有告過人 有沒有被人告 一邊就是問的 你有沒有訴訟 他的 assumption 就是我有沒有被人告 就是顧問公司 有沒有被人告 我應該就回答你 我只是問 你有沒有告過人 有沒有被人告 是 被人告 就是公司做得壞 所以被人告 或者他脫底 爛尾 他告人 亦都有另一個 不找訴 人家不找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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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得壞了 當然 你說法團很少 很少可 就說不專程不找訴 你做完事法團一般很正經 因為不找訴 也是很煩的 因為你搞了我法團 你做完事法團 你做完事法團 是 是 人民有得分 除非你做的事 做得不足 法團拿著這件事 就說 你一定要跟到所有的事 完成所有的項目 合約裏面的事 才找訴 是 變成這些標準問題 每個人都問了 他都能告訴你 那是OK的 那我講一下 這個 往這兩個星期 我見標有些什麼奇聞 是 有些公司 有些公司 剛才所說 傳真社 找到一個線性關係 我問他 你怎麼看這件負面新聞 他就說 或者別人計錯 那我說 別人計錯都計到你出來 計到就做得了 是 那我覺得 你要有一個 雙向的思維在那裏 看他怎麼回答 是 我又猜不到 他馬上撿東西走 即是覺得 唉 敗路了 即是撿東西走 全夠數 這是第一種 另一個 他的線性關係 這間公司又來 是 然後很奇怪 這間公司更厲害 是 他之前 我們google到的新聞 我從google都找到他 他轉了名 是 那間新公司的名字 非常乾淨 是 沒有負面新聞 是 接著我按到一個 類似company directory 那些 即是看看這間公司 過往的註冊紀錄 那這間公司 就2000年前成立 即是原本那間公司 是的 2000年前成立 其實現在都有 一間公務員公司 做二十幾年 其實是很好的經驗 是 是 但是去到2019年 就轉名 你怎樣可以查得到 他 即是19年和1999年 那時候 這二十年 他兩間公司 為何你會找得到 他是轉名呢 其實就是查冊會查到 哦 我覺得不可以難 沒得難 要找人查冊 即是有些錢是不可以 要查冊的 即是不可以省的 是的 那我就會問他了 他等他present完之後 我就問他 你剛才跟我說 你五至八年之內 沒有被人控告 或者沒有去告人 但是我在查冊裡面 就看到你 其實你的前身 是AA公司 是 那你怎樣演繹這件事 他跟著說 沒有沒有這件事 然後我說 沒有 我說這間公司 我看回查冊 那個BR都一樣哦 是 然後他已經開始疾了 已經 那我再捏下去 我說 你以前那間公司 是衰得被防協 backlist了你 嗯 接著你現在改過個名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改了名字之後 好生意很多 木生火 很明顯的 講這間的名字 是吧 以前沒有火的 現在就是木生火 火燒旺地 是 我現在火燒眼眉 就是他現在 他現在打算用一些 詭辯的方法 就是解釋這件事 接著我說 如果改個名字 就可以好生意的 不如我叫李嘉誠 不如 哈哈 對不對 你完全makes sense 還有 我說工程公司 顧問公司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的往績 就是金七招牌 金七招牌 不需要的 你做了20年 如果你繼續做好事 你等於改名字 就不makes sense 通常就是做了些事情 你要改名字 要避開這件事 那我問他 你現在要改名字 才有運行 那問題就是 你真的換筒不換 老闆一定沒有變 pn分分鐘沒有變 ap分分鐘沒有變 那我怎樣相信 你 對不對 好 接著呢 就是怪異的事情 就他再說 就是我就說 他都繼續跟我辯解 就說改了名字 生意後 因為他全部做了些錢 去挖著盤 尋尋都過千萬的 那些 做到現在的公司 那條數很漂亮 是啊 然後我就說一件事 我說 你看一下李錦記 1888年成立 人家不要轉個名字 哈哈 什麼叫金七招鞋 你知道嗎 他都趕著撿東西走 是 那這個就是我們中間 就是interview中 見到那些奇聞 就叫他見到這樣 那 那講了剛才那些奇聞 那我覺得 back to the groundwork 就是說 你拿著一份標書 那事件局的標書呢 很標準的 就是說顧問 那其實是說顧問費 包含什麼 那其實是很標準的 包括顧問第一日來 那我覺得一般分四個部分 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前期的 陷查 嗯 就是說顧問再看多一次 你的份驗樓報告 跟他現在所看的東西 有沒有分別 是 那就是一個陷查 第二部分 就是講的招標部分 就是說他會草擬好那些標書 幫你找到一個contract 是 這個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監工 嗯 就是說工程進行中 他來檢查 是不是這麼多工人上班 外面應該很私善的嘛 就是 好像你去民建聯排東西 那樣 我現在帶頂帽來拿包米 接著脫了帽呢 接著就拿到包紙巾 是 接著呢 連結束呢 再拿到一個年糕 那樣 那外面那些玩法的 那那個顧問就是 要看一下你有沒有些 就是假裝上班 騙人工那些 有 有 那最後的部分呢 通常就說 扣起5% 有個保股期裡面 OK啦 即是類似一年保養 是 有些瘋的 上一單 搏得就搏那單 是 那 那 留在最後那幾千元 是個保股期 如果我有心離開你的 我立刻離開 我不玩了 那幾千元 對不對 你先上去電話 不要理他 OK 即是現在減了 那 變了在這些狀況底下 要看看那個distribution 做些什麼 那 那 那 反而再說就是那個分布 那我們去看就是 其實你說招標 跟那個planning那一部分 就是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 其實是講的標準問題來的 你填格仔而已 你不需要用那麼多%的 對不對 好 我們看到的狀況是什麼 因为标书一般分两个部分 它用budget 比如说收你20万这样计算 这20万在budget上怎么分布 第一部分用多少钱 第二部分用多少钱 第三、第四各自用多少钱 然后我再用mandate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process 中间的第一部分要用多少人日去做 多少个maker 多少个checker 可以加一个mandate 很多时候这样夹 就会看到有些数是反转的 比如说在budget上 他planning和招标 用了超过四成的钱 但是mandate就很小 可能用的两成而已 我觉得这个就要小心一点看 有些辩解就是说 因为那些人工贵一点 所以就用少些人 那我就说饿 饿吧 那他说有些很有趣的 我们觉得监工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一半的资源 是应该放在监工 就是无论钱和mandate 都应该是比较多的 好了 那你从这个方式 你会觉得 我觉得只有一半监工那么重要 好了 有些更有趣的 我问他 问他 为什么你招标和planning 都用了七成的钱 那么多的 那监工就不够值了 是的 接着他就说 我来公司也想早点收钱 就是坦白跟你说 很坦白 很坦白 其实九成我都可以了 那变成了 就要注意这些问题 就是说 太早收了钱 其实有机会难尾 因为我收了钱 收了钱 我后面不做 你都很难 就是求他回来帮忙 他说 我出粮就出了 钱就用完了 你还叫我回来 我捉你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 你要分清楚 究竟你要放多少时间 在监工那里 我觉得要留意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 譬如说 譬如说整个budget 刚才说 我当了二十万这样算 之前用了接近七成 就是用了十多万 十多万 你当十四万 已经做了planning 剩下那几万 很简单 那个man days 其实我应该算 你用了多少man days 就是 你当整个project一年 真的放了多少个人日 是的 有些是放了duration 就是说 譬如监工 他估了监工 譬如我当你 你一个星期来三天 嗯 每次都是来半天 回两天 二两天 你每天都是来半天 那就是一个星期来一天 一个月有五十二个星期 就是五十二天 那是有数据的 对不对 好了 他的标書告诉你 他计三百八十几天 然后我看看 三百八十几天 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 是的 那你来三百六十几天 他就说 我多过一个人来 那我就说 刚才你先回答我 你一天都是来 一个星期来三次 每次来半天 你都来不到三百多天 你会不会 你公司先告诉我 才有数个人 是的 你会不会整个阶段 你照顾这个项目 你不通想到 你每次来两条监工来 是的 监工 我觉得是要人多的 是 因为 每个监工 他专业一部分 未必专业了 有些是帮助查材料 是 有些是看你 做事对不对 你够不够安全 有些是看你的施工办法 跟不跟标准 所以看的范畴不一样 是的 你有不同类种的AP 或者不同的T1 T2 T3 没有不同的 我觉得是对的 但问题就是 我觉得是计数 看你的数有多少 那你凭这些方式去判施 判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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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你努力 不明白 就问一问 一些懂得做的法团 或者有些 外面坊间有很多 比如说 反未必联盟 那些 他们都做惯做熟 这些 他们都会判施 究竟这件事有多少 怎么合理 其实你说完一大堆东西 我尝试在这个节目里 我理解你说那些 怎样去做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小业主 或者一个小法团 当真是 譬如收到 所谓的维修令 他收到一些标书 其实他真的有一些 好像无从入手 或者好像 他真的要花些时间 要去论 拿一部计数机 计算一下 例如 Mandate 是怎样 顾问 他每一天来多少 他的比例是多少 其实 这些外面 其实没办法 有人帮到你的 我觉得这样 我经常说 常识 化繁为简 你当自己家里的房子装修 一般的房子装修 最多玩两三个月 那你就问 头一个月做什么 第二个月做什么 第三个月做什么 每一个阶段 我什么时候付钱 你哪段时间有木工来 哪段时间水后工来 哪段时间电工来 那你就当这是一间房子装修 是 那你随随随随随随随 就知道原来 原来 木工 电工 那些在建造业会 有standard price 那我一般都会叫 这个顾问 很简单 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都要记住 第一 维修费 三个element 只有三个元素 第一 人工 物料 profit 就是他想赚多少 好了 想赚多少 没有原念 我赚这个项目 我觉得我要赚三百万 那就是三百万 没问题的 然后物料 就是说你的验楼报告 告诉你有多少难 是 我要换多少储侯 要做多少打作 用多少包製料 去吻回它 有数计的 包製料 要几次一包计到的 人工 重移 喂 就是三行 总共有多少个人来开工 是 做多少人 有多少中工 有多少散仔 有多少监工来 是 他们的价格 在建造业会里面 每一年都有 一个standard price 就是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 那个标书呢 他未必会写的 但是你是有权去问 或者是 不是问 我是说明 我要求他写 无论你在股价那里 要写清楚 然后 未来的承办商 都要跟这个标准去除出来 是 那我就会知道 有没有承办商 不跟标准价计 是 有没有承办商 开天杀价 嗯 那你就会见到 是 因为有时候很多大厦投诉 就是说 化妆楼啊 烂尾啊 其实就是因为有时候 有些数目呢 根本那些法团 或者业主自己都分不清 他只是有时候 那天没有人来开工的 那接着又说 过了几个月之后呢 跟着那个顾问 又照样 给钱那些 那些伙子的 那其实就是 多这些所谓 就是看不清 这条路的问题 其实我们 怎样说呢 刚才你说开工那时候 其实呢 我觉得开工呢 其实不外乎就是 看他几个人开工 你看他做事 跟不跟足安全标准 是 那如果他跟足的 基本上他就是 告诉他他不想犯错 是 所以基本上就是 看着他们做事 究竟跟不跟随 这个程度 譬如说 原来这段时间 应该是起棚架 棚架有没有迟 有没有迟开工 迟完成 明白 是的 那你便要看这些 OK 那今集我觉得 都算是一个 叫做 很开始 是讲的 一个法团 在大维修 或者是面试一些 工程的时候 叫做深入淺出 那我相信 我们未来 可能都会 再有一些 再深入些 或者再 叫做 就是帮大家 有些什么问题 可以尝试一下 再去帮一下手 但是我刚才说的 那些方法 可能外面已经有些 我怕有些扑街 觉得这个是standard formula 然后就永远拿着这个 避开你了 是的 他避开我无所谓 他拿着这个 那你也有办法 他知道怎么跟你玩 知道怎么跟你计算 所以我觉得 是不能够 一本通书是没有的 你有些东西要演变 是的 我经常说的 就是 就没有一本成功的天书 只能够就是说 每一个业主或法团 就要自己努力 跟足一些就可以 跟足一些 没错 那就完成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